生命是一趟感恩之旅 生命殿是与你 一同幸福祈福 圆满生命 生命殿是与你 一同幸福祈福 圆满生命 让你笑 未安的天空变得晴朗 跟着你笑 幸福 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阳光的灿烂 喜乐的心是飞翔的小鸟 自由却不是方向 飞得高 看得远 去感受世界的美好 喜乐的心是生气的舞蹈 旋转出生命的美妙 有乐吧 一起跳 才能发挥出力量 见到你笑 未安的天空变得晴朗 跟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所以有一句话说 汽油不要灌在别人家车上 要对你自己太太先生好一点 那你就会有钱 我是被警告的 因为我有一次去泰国 有一个算命的跟我说 你如果外面找女人 你就公私亏 你连裤子都没得穿 我说有一点像 我每次做坏事 没有一次好报 他也还跟我说 你今天能够有这么多钱 是你太太给你的福报 因为我的钱都赌光了 我想也有道理 后来就有一句话 让老婆掉一颗眼泪 你整个丢掉一颗钻石 那真的 因为女人主财 记住这句话 女人主财 你欺负女人 保证你没有福报 所以有人问我说 为什么泰国缅甸的佛教 好像都比较穷啊 汉人的佛教非常尊敬比丘尼 受戒非常尊敬 所以汉人的佛教都比较有钱 你们我们佛光山有没有钱啊 我们慈激有没有钱啊 他们很尊重的 但是有一些说 比丘尼不能 女人不能受戒 那个福报就不好 所以因为女人主财 所以各位女人 你不要哭啊 你老公被你哭倒了 然后自己要忍受啊 萧萧业障 所以意思是说 要不可欺负女人 特别我们佛教 大部分都是女人来学佛了 多了 这个佛教没有女人 佛教找到了 哪有几个男人 供养佛教的 不骂你也不错了 这是实话了 所以这个是末法 好 第四条 不妄语 不要欺骗别人 这样你口才好 念一下 不骗人 口才好 不骂人 声音好听 不讲是非 讲话别人喜欢听 不说奇语 说话才能清楚 舌头要绑安全带 所以各位要开始修吧 什么叫奇语啊 虚伪巴掘的 抬杠的 黄色笑话的 那些都叫奇语 你讲奇语以后 讲话人家听不清楚 不但要学佛陀讲真实语 柔软语 和合语 利益众生的语言 这个叫修行 修行要从嘴巴开始做起 所以第四条 各位 尽行受 不妄语 就是不要骗人 不妄语的戒律 能不能持 所以各位这一条要守好 货真价实 第五条 能够做到最好 那是福报 那至少在家里不要喝 交机应酬那没办法 对不对 所以女生可以做到 男生不见得做到 但是我师父跟我说 有福报的人不用喝酒 我就可以赚大钱 我想也有道理 所以我在家就不喝了 原来喝酒不是说什么应酬 是自己爱喝 因为你有福报 谁都会跟你做生意 你还要喝不喝 不用 不需要 那福报你修了 你就不需要应酬了 所以第五条 好 所以各位进行受不饮酒的戒律 能不能持 不错不错 这下摩尔本要发了 有人持戒了 第六条 多一条 能做的话就做 不能做就慢慢来 不要吃肉 现在流行Vican 澳大利亚不太流行 所以各位要多吃素 但是真正吃素那一天 连蛋都不能吃 因为鸡蛋鸭蛋 现在有网络都知道 那些母鸡母鸭很苦很苦了 小公鸡小公鸭一出来 就被撵成肉酱 肉酱再做成飼料 再喂母鸡母鸭 非常的残酷了 因为小公鸡没有经济价值 但是母鸡它可以活到十五年 八九个月不能生蛋了就淘汰掉 又做成肉酱 这样 所以有时候各位吃什么罐头啊 什么糖啊肉 很多都是这些做的 所以因为便宜嘛 但是各位就 为世界负起一点责任 所以佛陀说 真正修慈悲心的人绝对不吃肉 吃肉的人绝对没慈悲心 所以为什么 菩萨界一受 那就一定不吃肉 所以当然很多人说 那我修藏传佛教可以吃 那这一点 这个是按照经典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是按照经典 藏传佛教是按照上师 上师说吃你就吃 那汉传佛教是按照经典在修的 所以这一点我认为经典还是很重要 因为人会变 人会变 所以 但是经典上 传承上 愿意发菩提心 修慈悲心的 不得吃肉 吃肉非我弟子为罗刹弟子 所以汉人很重是 认言经 放网经 佛陀诸佛不吃肉 那很多人说佛陀的时代佛陀吃肉 佛陀有讲 我在的时代 所有出家人吃到的肉 我都不是真肉 是佛陀神通视线的假肉 为了度他们 所以佛陀在涅槃经说 我涅槃后一切佛弟子部分在家出家 不得吃肉 吃肉非我弟子 这个就比较严肃 但至少各位知道道理 至少你就吃少一点 然后初一十五为父母吃素 初一十五能够吃素很重要 为父母为祖先 那天也是圆满日 所以第六条能瘦就瘦 不能瘦 惭愧心就好 那你至少跟你太太说 那早上就不要吃肉 早上吃西饭 吃这些很简单 就不需要吃肉 那你至少下辈子早上很快乐 你还有半天的快乐 半天生病那半天快乐 所以这个本来就是如此 所以第六条 学佛悲心爱护所有生命 各位不吃肉的戒律 能不能吃 怎么这么多人真的吗 第一天决定不吃肉的举手 从今天开始 谢谢谢谢 好在我没白来 多一个也好 因为修悲心 好 那各位现在要 先把这个功德回向一下 来 皈依功德 受戒功德 哪怕一条 对不对 来回向法界众生 回向澳大利亚 回向中华民族 万幸福 万幸祖先 所有消灾者 所有往生者 所有往生排位 同享归依慈戒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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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华人一定 昨天讲父母往生 我们一定持戒 守八观灾戒来回向给他们 当然如果你用菩提心 乃至你愿意他往 持戒可以中平往生 发菩提心受菩萨戒 可以让他上平往生 所以当然你在人间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不要杀身 守五戒 你至少下平往生 所以这个持戒 可以改变自己 也可以马上进化世界 改变父母的命运 好 现在发一本小本的给各位 这本有吗 各位把大本的往旁边传 这本小本的今天读完 你就可以带回家 但是这个黄色的 请往旁边传 都有了吗 那这里面的法语很浅 但是事实上却是一个实修 真正的修行 那题目定为慈悲的眼睛 那各位都想得到 观音菩萨就是慈悲的眼睛 诸佛菩萨 他眼睛永远用一个善良慈悲去看对方 对方越坏 你就越关怀他 所以有黑暗的地方更需要光明 我希望各位能够把它翻成英文 日文 拉丁文 德文 这是对世界的一种贡献 现在有网络 你可以发生什么样的语文就传到那个国家 然后最好脱离宗教的一种特色 因为直接是对对方有帮助的方法 所以佛法是一种方法 不见得要把它列为宗教 因为列为宗教 那是你们佛教 我是什么教 那对方就不学了 佛法是一种超越宗教的宗教 佛法像空气一样 佛法像冷气 像光一样 是任何人都需要的 有了佛法 人生才会变彩色的 不然我们的人生有一点苦 有钱也苦 没钱也苦 从生下来就苦到死都会苦 但是如果你有佛法 你会觉得这个苦 反而是我们能够理解众生苦的根源 你自己苦才知道众生苦 你自己苦你会生起惭愧心 然后马上会变成一种悲心 关心别人 所以我简单的 实际上是不用解释 但是各位要 你读佛法或看佛经 要当作是佛陀的血泪 每一句话都印在你的心里面 变成你的人格 这个叫学佛 不是光信佛 不是光拜佛 还要学佛 将来要做佛陀 好不好 成为一个佛陀 去帮助众生 第一个 第二页 学佛最大的特色就是 永远不抱怨别人 永远向内检讨自己 所以各位要开始做这种人 对自己有惭愧心 对众生有报恩心 对众生有报恩心 对三宝有信心 对三宝有信心 所以各位永远检讨自己 现在不是度众生的时候 真正度众生是在你成佛才可以 但是众生是成为我们成佛的助缘 所以别人的缺点我们用悲心 反而赶快检讨自己 我不能有这个缺点 所以学佛的特色一定要表现出来 柔软心不抱怨 尊敬别人 所以看到每个人都很欢喜 为什么 像我喜欢超度的 我现在看到每个人都 做人很难得 做人可以修行成佛 无量无边的地狱道 二轨道很可怜 你难得做人 要把握这个做人的意义 不要把人生的意义 定在金钱物质欲望享受 人生的意义要发挥 能够利益众生成佛 所以爱自己 保护自己 佛陀告诉我们保护自己 保护别人保护众生 所以不要让自己受苦 你贪嗔痴你抱怨 你会让自己受苦 也不要因为别人而恩你 因为你而受苦 最后要学习 不抱怨 从今天开始 每天想一句话 去赞叹你的老公或太太 好不好 我这个难 你每天要想一句话 跟他说什么 互相赞叹 因为你要学 然后慢慢你就去赞叹别人 赞叹别人 赞叹公司的人 赞叹邻居左右 因为你多去 因为佛教很简单 佛陀说为什么众生可以成佛 佛陀不抱怨你 佛陀不惩罚众生 佛陀只告诉你 你可以成佛 我给你一条路 你就是杀人放火下地狱 佛陀都说 你可以成佛 所以佛陀用这样子的情况 去看众生 这个叫悲心 他永远不会抱怨对方 所以 学佛永远不抱怨 只反省自己 检讨自己 第二 不管境界如何 你要去发现他的美 跟善的一面 这就是生命的智慧 什么叫智慧 没烦恼 为什么有烦恼 把别人的缺点耿耿于怀 天天抱怨 所以 这个杯子已经缺一脚缺两脚 没关系 转过来喝这边就好 你千万不要忌惮你挑骨头 永远想对方好的那一面就好了 你要想对方不好的那一面 你可以把你太太马上就离婚了 因为谁都不是佛 但是你要想他 我太太替我孝顺我爸爸妈妈 乃至我太太替我生儿子 但是我太太帮我准备饭菜 光想这个就好 你不能去想到对方的不圆满 那这个就是你不会修行 所以生命的智慧 万法都是佛法 众生皆可成佛 你都要去看到最好的那一面 所以心里不要肮脏 就像苏东坡跟佛印禅师 各位都知道这个故事 他跟他师父比打坐 然后眼睛打开两个对坐 然后苏东坡就问佛印禅师说 师父你看我像什么 哇你像一尊佛坐在那边 那师父就很高兴 那师父说你看我像什么 师父你像一堆大便 然后苏东坡说佛印禅师说 这个很简单 因为你心中有大便 我心中只有佛 苏东坡还是数了 所以各位如果你心中都觉得 你做人很难得 所以各位你要跟你儿子说 你生下来做一个人很难得的 这个佛陀说这个六道里面 能够做人的机会太少了 就像一只千年乌龟 一百年浮出来一次 刚好海中有一块木头 中间有一个洞 他要几百千次才有那个机会 刚好起来头穿过那个洞 做人一次机会 所以各位要把握人生 不要浪费人生 不要跟着感觉走 追求这些纸醉金迷的东西 要追求人生的意义 第三 一切修行 守从心境平和 柔和声色 和言爱语开始 注意啊 各位用一个最漂亮的脸 跟你隔壁说一下 Hello 你要开始练习了 你不要再学佛 不要跟我讲话 我再念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那你就 你不爱众生怎么修行啊 你讲很容易很难的 我才不理他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柔和 所以一切修行 心平外表柔和 讲话好听 要从这个开始修行 要从这个开始修行 但是现在不一样 我是佛学博士 然后他就有一副很傲慢的样子 这个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所以这个浅不浅 难不难 难就难在这边 不是文字 文字很容易的 你要去做 第四 与其期待生命中出现贵人 不如先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 所以各位都主动的去帮助别人 现在你帮助不了他 没关系 我为你念观音菩萨 求观音菩萨加持你 这样就好了 今天那个人很痛苦 我为你供养一杯水 供水的功德很大 而且更把这杯水布施给众生 功德回向给你 这样就好了 不断地祝福对方 不管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地方 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或不好的人发生 你还是要回向给他 就像昨天报纸说 IS的首领 来法会功德 回向IS首领 你要这样回向 哎呦 你怎么敢回向 那是敌人呢 慈悲没有敌人 冤亲平等 好人我们要回向 坏的人更要回向 都是父母 众生平等 所以各位 神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 就是我是为了你而来的 我是来服务你的 我们来这个世界 不是要来享受的 我们是要来服务 做众生老母亲的仆人 你要把众生放在你的头上 我要帮助对方 好 佛是因为服务众生而成佛 成佛更是在服务众生 而不要想要去从别人身上得到什么 第五 平时就要学习放下 不要让无常 逼死你不得不放下 什么叫无常 一下出去跌断腿了 一下出去死了 这个世间 你经常会听到 我某个同学又死了 无常就是 这个世间唯一的真理就是 一切都会变化 结婚也会变化 做高位的也会变化 健康也会变生病 有生命都会死亡 这一点你要了解 这个叫放下 什么叫不放下 你不能离开我 我要得到这个位置 我要抓住这个幸福 那你就开始痛苦了 你会很痛苦 你会给对方压力 曾经有女人找我师父 我老公为什么不爱我 我说他不是不爱你 是你太爱他 爱跑了 你偏偏烦他 打电话给他 找他 各位要尊重对方的自由空间 所以佛经说 一个女人嫁给对方 你只有六分之一做他的情人 要做他妈妈 要做他姐姐 要做他下女 你要帮 你要做很多事情 你不能去要求 时时刻刻做情人的意思 所以 各位要学习 你在执着什么 如果你有执着 你生命就有畏惧点 知道我怕 我怕变 我怕变老 我怕变穷 我怕变胖 胖多好啊 弥勒菩萨 好 因为心情最重要 我宁可胖胖的健康 我也不要瘦瘦的得癌症 对不对 你要接受自己 所以心情不好是自己制造的 放下就好 接受他 不管你生病 接受他 第六 对任何人 任何动物 散发慈心 会滋润你的心灵 带给你许多能量 所以各位要经常 想着动物快乐 人快乐 然后看到任何的众生 就要祝福他 他需要饼干给他饼干 他需要水给他水 他需要赞叹给他赞叹 这个叫修行 我很怕修行 现在有一种修行 我要修法 然后关起门来 他只是 这个还是自我理想 这个不是修行 我要达到我个人的目标 他已经舍弃了众生 这不是真正的修行 这个叫法执 我执着这个法 修行的一切都是为了服务众生 而不是把自己关起门来 不要吵我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念给众生 希望你成为阿弥陀佛 坐在连环 不是念给你自己 不然你就不叫大秤 不行耶 我规定我要念一万遍耶 那你这个还是小秤 你不是为众生的 所以各位我想在这一点 像我们刚出家 我们都是读书人 师父都叫我们不要读书 不要读书 每天就去扫地 每天去帮人家 扫地不能扫市面 还扫到外面公园 多没面子啊 以前有钱人 现在做乞丐一样 但是师父就要叫你去服务别人 放下自我 读书对我们来讲是专门的 那是什么困难 那是不行 你要爱众生 你要柔软心 所以你不能有自我 所以各位要开始去喂流浪狗啊 喂牛啊 我常讲澳大利亚 鸟这么多 地上蚂蚁这么多 水里面的鱼这么多 无形的众生更多 随时去帮助他们 什么叫慈 给对方快乐叫慈 你没有慈心 不可能有悲心 有些人说我在修悲心 慈就是我很爱他 希望他快乐 所以你才会变成第二步 我不忍他受一点点苦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各位要从慈心开始修 那修慈心最好的对象就是说 你观想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显现慈心像 笑笑的胖胖的 你要多这样修 第七 真的要为自己好 就要每天在生活中努力行善 为自己累积福德 修行成佛要两个质量 来 福德质量 智慧质量 那你福德够了你才会有智慧 福报够了你才可以正如空性 那有了智慧才可以圆满大悲 所以福德圆满 智慧圆满才可以成佛 那各位现在要广修善行 你有开车 麻烦你车上摆一点米 刚好窗户打开 摆一点水 甚至 我还是永远劝各位 买这个 喷得远 这里面有很多咒语 都在里面 这样 到圣核地方喷一下 飞机上喷一下 哪里都喷一下 所以 观音菩萨的甘露 对你来讲是小小 但是对那些可怜的恶轨道 那个地方有灾难 会净化那个地方 而且你经常在修行 第八 以慈悲善良的心 所引导的身与意运作 皆会带来福乐 幸福安乐 所以各位动机决定一切 用一个利他叫慈悲 不伤害的善良的心 所做的身口意 你只要去造这个善业 那永远快乐 善有善报 所以不要当你心中有抱怨 有恨 赶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赶快观音菩萨 赶快念心经 赶快转念 千万 当你生气的时候不要讲话 一讲话一定离婚 那个时候气话 真要离你还哭死了 所以当你要决定一件事情 念念观音菩萨很平静 在跟他说话 你儿子晚上不写功课 甚至偷了你的钱 甚至去做坏事 你不能马上骂他 你马上拿电话 马上 你干嘛干嘛 母子关系就完了 念念观音菩萨 加持我 我是为了爱他 慈悲 但是我怕我这样话 讲得不好 有观音菩萨 加持我来用 讲观音的话 来劝话他 他会接受你的 如果你用对立的语言 跟他讲话 或是我比你高 我是你爸爸 我是你妈妈 你怎么可以不听我的 他就离家出走了 你永远有隔阂 所以各位这一点 为什么我们修行人 要归三宝 做什么事情 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归佛要怎么样 要菩提心归法 要有无我的空性 归身要有大悲心 那我要用这样 去跟对方说话 特别重要的事情 那这个叫修行 第九 时间快到了 修行是点滴的功夫 只想在顺境中修行 永远不能让自己变得更好 所以各位修行要忍 要有逆境你才会成长 布施 持戒 布施不是为了修福报而已 布施是消除自己对金钱的执着 持戒 就是我不让我自己 对方再怎么伤害我 我都不让我自己去伤害到众生 忍辱 不管对方再怎么骂我 我都不会报复他 所以你透过布施 才可以消除你的贪心 透过持戒 消除你的伤害 透过忍辱 那可以消除你的憎愧心 所以 那我们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去 净化自己 所以 这个世间没有顺境 这个叫五浊二世 佛陀叫什么 来念一下 娑婆世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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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